话说某天晚上群里发了一张图片,上边有一条蛇,长相与众不同,它的头部比较黑,形状比较怪异,我发到群里是让大家看看这是什么,大家应该猜到了,因为今天我们讲鼓,那么它肯定就是鼓了,什么鼓,蛇鼓,它是怎么被发现的呢? 源自于一位同修发现了这条蛇,它觉得很奇异,就发到了朋友圈,于是它的同修朋友看到了,看到之后它的左手突然就像被闪电击中一样的感觉,它迅速地去思考,它毕竟是天眼见证人,有这方面的相关知识和认知,于是委托我帮忙查询,结果才知道这是蛇骨,关键是这条蛇的图片并非只有一人看见, 那个同修和几个朋友都看到了,而且各个反应都比较大,它的朋友们平时做的功德比较多,多数是天眼见证人,平时还在修炼我们的法脉,所以对身体这种负能量有特殊感应。 当自己中骨了,身体自然有感知,这种感知并不是说我知道我中骨了,而是这张图片让我非常不舒服,这种不舒服不仅仅是感官上的,更重要的是身体上的不适应。 经过查询发现大家都中骨了,只要是看到图片的,于是大家委托查询那条蛇,发现那条蛇并非是一条简单的蛇,而是一个群体,能让看到它的人,不论你跟它相隔千山还是万水,都能让你中骨,对于某些人来说是致命的。